我之前是没有来过博物馆 看这些书画真迹的 然后这是第一次 这个是历书 但是我以前学历书的时候 没有见过这样的字体 这样的字体就是更劲道一些 刚入门写书法的时候 我学的是颜真卿的凯书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转变形书 这个王羲之应该算是 中国最有名的书法家之一 这是我一定要保护这个文物 不是 这就是我要守护的文物吧 小喜 你眼前的这件青铜器 就是著名的大客厅 这个壁内还有闽门 你也注意到 这些闽门非常重要 讲述这个主人叫善富客 那么这些闽门就是讲 这个善富客的祖先的功德 它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种产物 字迹非常非常非常地有力 对中国后来的书法 守护者一阳千玺 国家宝藏 我来了 有请国宝守护人 一阳千玺 大家好 我是国宝守护人 一阳千玺 我今天守护的国宝是 大客顶 七千多年以前 顶是用来煮肉的陶器 大宇建立夏朝以后 以九尊青铜大顶 代表华夏九州 从此 顶变成了象征权利的陶器 我身后这尊大客顶 高93.1厘米 重201.5千克 内有名的290字 与大鱼顶 毛宫顶 并称海内三宝 大客顶的主人名叫客 他明明是一个善夫 是为何拥有如此巨大的顶 我是一阳千玺 接下来 我将为您开启 大客顶的前世传奇 大客顶的前世传奇 就发生在 距今约三千年前的 西州孝王时期 周孝王继位时 外有荣敌侵扰 危难之时 一位管理负责天子饮食 和祭祀礼仪的善夫 克出现 在他看来 御敌需先安内 而安内的关键 在